为了让简安乡客宇推广和公务服务更进一步 简安乡公所去年12月率公所同仁 挑战全国客宇出级认证考试 日前放榜了 包括了乡长游淑珍 还有13位同仁都通过认证了 29号上午特别邀请到参与考试人员 以致鼓励也期盼有更多乡亲 一起来共同参与语言的认证 简安乡公所首次于109年度 开设公教人员客宇能力出级认证班 去年12月 商长游淑珍率商公所同仁 挑战全国客宇出级认证考试 成绩于日前放榜 17位公所职员应试 有13人通过 通过率达76% 那这一次客宇认证 有很多的经验 就是在学习中 考试中 来学习 来学习 那我们相信这是我们 公部门服务的开始 未来不管是 大天发来 闻家 公所家 师父家 向秦师太 还是直接到服务台 来咨询的客家的语言 我们相信都开启了 我们开启了第一步服务最基本的语言的这样的一个亲和力共识 错要授课的客宇新传师 钟慧宇也肯定商长及公所同仁在公务繁忙之余参加培训课程展现佳机 联系十几个礼拜 大礼拜 百多的时间 来习来学习 学习 来认识 我们的学习 用识 记得 亲三忙 平常是亲母 要亲三忙来 亲母 简单 我们的学习 在学习的认识 对我们的学习的认识 就是用作用行动来表示我们对台下的福尔 现在我们在基盘同学 我们要亲家的认识来留台下来学习 看到香港的同学 在通室常常在通告 我们这次感觉动风气 这不太简单 现在我要找一个朋友 每天来跟我说课语 因为我觉得说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因为听还可以有文字 因为它就是汉语系统 可是说就一定要有一个人 跟你常常说 希望你 有这样的对话 才有可能比较OK这样子 公所未来也将办理优优认证班 常态初级班及课语中高认证班 等语言培训班 鼓励乡亲一起共学 参加语言认证 也期盼在服务客家乡亲时 以流利的课语进行服务 使沟通更能无障碍 记者讲方言简安箱报导